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集我们接着来关注国际局势 那么这一集那大炮筒子也已经确定了他的副手 这个副手就是他的克隆体 那么我们要谈到说 昨天 Selensky他说的非常清楚 他说 希望原本无计划的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这个阶段举行第二次和会 但是他说过 希望第二次和会 俄国也参加 老兵就说过 一个不骄傲不逊的司机和玛利亚小泽 是我们所不熟悉的 那么今天他这个特朗普选上他这个副手 就是给小泽当众一棒 而且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也要通报一下 我们的120降落在明斯克 中白举行联合军演 乌克兰果断从边境撤军 解放军军军内部队空降欧洲 乌克兰读懂中方信号后才知道害怕 果断选择从白乌边境撤军求生 日前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明显表示 乌克兰精队与近期从白乌边境撤离 此具有效缓解了乌克兰与白俄罗斯 指的一提是 随着俄罗斯在哈尔科夫边境地区 发生新军事行动以来 乌克兰方面在边境安全形势上 变得优为敏感 此前 因乌克兰计划加强其在白俄罗斯边界交代的 军事部署 两国曾一度剑麻弄张 6月下旬 白俄罗斯军队高层就多次通报称 乌克兰正积极向两国边境增兵 并且部署了包括美制M777 榴弹炮战略的重型武器系统 作为回应 白俄罗斯也迅速调动兵力 以增加边境地区的防御能力 这一系列举动导致白乌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急剧升级 但随着中国一批陆军冠兵抵达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地区的紧张态势迅速得到了缓解 大家要知道 现在传说来说解放军的运20 在明斯克降落200架次 200架次降落在那边 那这个可是说明了一些事 我个人认为 恐怕并非是所谓的特种部队的军事演习 我更想把它称之为 如果是200架次 运20在明斯克降落的话 那这个100%运过去非常多的装备 在我看来这是一支快速反应部队 一支精锐的快速反应部队 中国解放军呢 是要多走出去 要熟悉这个欧洲战场 在欧洲在东沟平原 如何快速反应 如何快速推动 我个人认为 这个过去的部队 有可能是不是北部战区的 还是说什么西部战区的 还是中部战区 这个里面 还没弄清楚 到时候去打听一下这个消息 因为这个东西也属于高度保密的 那么肯定不会是南方这边的军队 肯定是北方那边的军队 有可能是北部战区的 因为北部战区 它的防区特别大 像内蒙古这个地方的 这些部队外战区 可以拉过去锻炼 对吧 你说山东和这个辽宁吉林 这边的解放军 要应对朝鲜半人道 他们属于是随时 随时能战的一种状态 那么在黑龙江 或者说是在这个内蒙古 这里的解放军 非常有必要 拉过去 锻炼锻炼 熟悉一下欧洲战场 你解放军 你就是要去参加战斗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么多的部队 拉过去 快速反应部队 布列斯特这个地方 我说过 小王子的朋友 点灯人在这里 他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他在这个位置 这里是波兰 在这个位置的下方 就是乌克兰 他是乌克兰跟波兰的 交接处的这个位置 解放军一过来以后 泽连斯基马上就懂得信号了 那要替白俄罗斯解除这个 武装这个警报 当然了 我们要往高档的讲 往对乌克兰积极的一面讲 人家不是因为你解放军来了 人家是因为前线吃紧了 所以把这里的边境的部队 也全部都拉走了 我们不要在这里意淫 自作多情 我们要时刻处于 这个意淋和读者社的反思 好的 我知道了 那么解放军不管说 是他们要去前线去打仗 还是说来了以后 确实乌克兰也避免 跟中国发生武装冲突 什么样的原因也好 他就是撤军了 这个是一个事实 他撤军了 那么也恰恰碰巧 我们来到了这里 给了他们一个压力 也给了北约的一个压力 而且我在想200加次起降 这恐怕难道解放军 要长期在白俄罗斯这边 要驻扎一支军队 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性 而且当时李尚福还没倒霉之前 他在访问白俄罗斯 他当时就已经说了 他说中国要给白俄罗斯军事援助 还要卖很多武器装备 拉过来支援这个白俄罗斯 对这样基于这样的一种关系 我觉得我们的军队 也非常有必要去熟悉熟悉 这个欧洲战场 长期在这里驻扎 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强调了两个人都探讨了 共同建立华沙条约2.0版本 在上核组织的困难内 建立新欧亚安全体系 那么这些大军部队威慑 我中国在那边 今天习近平他就是有一个底气 无论我中国人在哪里 你美国极其附庸和走卒 阴犬 走狗 没有一个敢主动攻击我解放军的 那原来他们可能对白俄罗斯 有越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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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吓唬他 乌克兰的 北部成兵了 北约军队在波兰边境成兵了 解放军一过来 马上就做鸟兽善 不想跟解放军发生冲突 因为跟解放军发生冲突 那就是全面的大战 要利用美国经常强调的说 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 我们欢迎竞争 但我们不寻求冲突 这个话 那我们就在这里待着 在这里待着 那么 斯林斯基他头都大了 令他头更大的是另外的一件事情 另外的一件事情 斯林斯基头要大了 要彻夜难眠了 因为川普 赢得总统选举的胜算越来越大 而且川普已经公布了自己的竞选大道 俄亥和州的联邦参议员詹姆斯万斯 半点说了 詹姆斯万斯就是特朗普的科隆体 我看不出他们俩有什么不同 所以嘛 斯林斯基要彻底难眠了 特朗普主张俄乌和谈 让斯林斯基各地求和 万斯说 乌克兰不可能回到1991年的边界 几手连几手 斯林斯基愁上愁 这个万斯呢 他写过一本书 就是说作为一个乡下人 美国我亲眼见识了 美国铁锈带的白人是如何衰落的 这个人呢 他也是参加过这个伊拉克战争 回来之后呢 开这个风头公司 我跟各位讲 在美国你去看 很多公司的这个高管 或者说这些 能做事 能做起来的 很多都是这个军人出身的 所以老兵说过 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利益的 这样的一个团体 利益的一个团体 你要从政 你普通人可以从军 然后进入到主流社会 他们是有这样的一条 这样的道路的 然后这个家伙他也是做风头的 也是挣了不少钱 现在39岁 当打之年 然后让他当副总统 历历历历历 可能以后接替这个川普 去竞选这个美国下一任 这个总统 因为这个人就是川普的克隆体 这个人他还怕比川普还牛逼呢 川普都说了 这个要乌克兰割地求和 这个俄乌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你乌东四周全部都结束 而这个万斯还要牛逼 说你恢复不到1991年的边界 这个话我听上去 我有点胜能啊 你意思就是说 整个这个乌克兰 全部都给他吞命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上来 你这两个组合体上来 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 和特朗普主义的一个延续 长期的一个延续 然后再加上 就是他的这个政策 他要延续 然后再加上 他上来的这种要求 可能俄乌战争 非常有可能就这样停止了 因为美国不援助了 你欧洲还去援助个屁 还有什么好援助的 对不对 而且川普他上来以后 他这个商量的本性会暴露无遗 那他能说对中国会怎么样 大家放心好了 他上来 来硬的 咱们可以跟他来硬的 很多事情 马上也能解决掉了 他来什么样的 咱们就跟他玩什么样的 没关系 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习近平已经在布局了 记住 习近平已经在布川普上来的这个局了 包括我说过 最近的一系列的这个外 就是北京早就已经 在第一次辩论结束以后 就已经知道了 就是这个川普了 而且 他们当然不是说通过这个去判断 不像我们 我们没有那么多内幕 人家这个 有那么多情报人员在美国 北京那么多情报人员在美国 肯定都很清楚 这个人的稳昌胜券了 对吧 再加上拜登一天那晚讲我们在干涉美国大选 那那就干涉呀 当时给够给够你机会了 中国的网络作战不对 到你往上去干了 带街头带风向可以的呀 没问题呀 就让就选川普吧 即使你今天拜登对中国再好 那还是要选川普 为什么要选川普 让你美国的政策不能延续行 你一会儿要外交行 一会儿要搞内政 你他妈这里就两边去拉扯 你看拜登四年 他干成什么事了 啥事没干成 川普上来就能干成事了吗 像江峰讲的 我们的小皮卡冒着烟囱 呼啦 呼啦呼啦 啊 个傻逼妈的 怎么这么这么土卵嘛 在国外在国外 被老美看不起 对吧 呼啦呼啦呼啦 呼啦你妈逼呼啦 对吧 你看他第一任期 他的这些工厂呼啦起来没有 没有呼啦呀 妈的富士康到美国去投资都 都都都搞起来没有了 没有呀 啥都没有 啊 美国他想要 至少也冲翻美国 他还要依靠中国呢 你没这么多他妈厂子 他妈牵过去 他能回到个屁 啊 就凭他 啊 所以说大家不用太担心太慌 川普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他是什么样的状态 对吧 他是什么样的一种嘴脸 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啊 想把中国给干掉 门都没有啊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有人 我们不公开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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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